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 好,我们这次来看一下我们智能管车里面的电力达人 然后在电力达人里面的这个电池保养的部分 然后电池保养的部分 然后之前大师有稍微讲过这个智慧充电跟排层充电的意思 那在保养建议这边的电池保养作用中呢 有一个良好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你使用这台手机的日期 然后它分成了良好尚可跟要留意这三个部分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师有去华硕的这个论坛里面有看过 有那个官方的人也是这样回答的 良好 好,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吗 绿色还是蓝色 反正这个点点呢 就是我们的良好是指说前一天的充电习惯是OK的 他只有这样讲而已 好,尚可呢 就是说前一天电池充满之后 为拔除充电器的时间烧场 好,这等一下再详细讲 然后要留意就是指说前一天电池充满之后呢 你没有把充电器的时间过久 好,他只有很简单的描述 前一天 好,所以这边都是有日期嘛 跟今天 那就是指说我们的前一天的使用习惯而已 好,那尚可就指说你充电充满之后呢 你忘记拔充电器 然后烧场 这个烧场没有收多久 好,最后变尚可 那如果充满电之后 你一直充充充充充充充 没有拔很久 那就是要留意的意思 好,那就是这样 所以一开始 其实一开始也看不懂 这个良好上可也要留意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告诉你说 之前的,前一天的习惯 是不是正确的 电池保养充电 这个,这个 的 比较好的充电的习惯而已 只是告诉你这件事 可是到底是充满电 多久之后变上可 或是多久之后又变要留意 这个他就没有讲了 不过其实站在工程师的立场上面来讲说 其实我是觉得他们也觉得 user是不会去看 我到底是过了多长没有吧 可是如果是我就很想知道说 到底是充满电之后多长会变成上可 那这个上可对我的电池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或是要有力的时候是 冲了多久会造成我的电池损伤 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其实我们会比较想要知道 对大家而言 我比较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其实有这个电池表演的部分 其实已经算是 比较一个像算是辅助的方面去告诉user说 你的习惯要留意一下 好 那这期影片到这边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开 鈴鐺記得把它打開 那我更新影片之後 你就隨時能追蹤到 第一手的消息哦 謝謝大家 這支部收看 謝謝拜拜